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讲讲 现在不就是反低俗吗 到处都反低俗 台湾诗人叫什么来的余光中 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什么小时候香愁 是什么一湾浅浅的海水 温家宝总理引用过 你看在我们枪枪三人行的微博上 我们也引用 我们说的是 小时候低俗是一盘小小的磁带 我在这头 立军在那头 后来啊 低俗是一团窄窄的纸条 我在后头 女生在前头 长大后 低俗是一张薄薄的光盘 我在这头 电视在那头 而现在低俗是一条短短的信息 我在里头 警察在外头 不过早期的时候把立军也当做低俗 最早的时候 迷迷之音嘛 那个时候我就爱听迷迷之音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低俗 没错 秀媛 这个事啊 其实他们得请教我 我在中国电视上 我是低俗的祖师爷 但是你得说浪子回头进不换 而且看出在十一二年前 笔人 那个时候年轻的笔人呢 是如何的有远见 这么早就低俗了 那个时候徐老师 你还没做这个枪枪三人行呢 枪枪三人行是讲黄段子起家的 我不敢说海外 在中国上空的电视上 公然的讲黄段子 还很得意 武士第一人呢 我认识你吗 那个时候 那还不认识你 那时候是张坚庭啊 李春恩啊 哎呀 怪不得 怪不得 强强三人行 说实在的 这个这个最大的名气 最初是这个资本积累啊 都是一些这个血淋淋的过程 低俗 猜开来是低调四俗 也有道理 但是我当时就有远见啊 你看这家伙讲这个 然后我就想到后来啊 在各方势力的这个开导之下 关心之下 你看我今天走向正道 天天关心社会 优国优民 这你能说我什么 没是公益 还拿个奖项 但是目前优国优民就要关心这个低俗 哎 许老师说的对 因为啊 你不要不是说我们这个微博是个瞎盖的啊 就是我给你念不低俗的新闻 南方日报够高了吧 13号报道 最近在东莞有个物工的张某突然发现他的手机不能发短信了 为什么呢 能接电话 但不能接收发短信 通过咨询中国移动客服才知道 说呀 因为你向外边花发黄段子 黄段子被相关系统检测被关停了短信功能 然后这个话务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公司正配合公安部门展开手机违法短信的治理 然后16号上海移动也传来消息媒体报道啊 上海移动说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键词对手机短信进行先期过滤 而界定黄色淫秽是根据国家九个部委发布的13项技术标准 一旦发现有问题将对该手机号码进行暂停短信功能处理 不过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背媒体背新闻嘛 然后呢 过不了几天 新民网18号报道 上海移动的负责人表示 上海移动并没有推出手机发黄色短信经确认后 号码将永久作废的举措 又有媒体报道 北京移动对之前关于该地区发黄段子将被停机的说法予以否认 就说你看见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吵吵嚷嚷 最近很多人聊这个事 相比之下 北京的这个手机啊 说是啊 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首先呢 你发一两个黄段子 那你够不上级别 你得达到一个量 再有呢 要有多位用户举报 再有公安机关查证认定你是黄色短信 要符合这三个要件 这是这两天的新闻 这里有一个大混乱 这里边真是一个大混乱 如果说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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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违法了应该是公安部门来检控你 不应该由这些什么移动公司啊 他们是商业机构就算是国企的话他也是商业机构 不应该由他出面来因为你的这个内容来停掉你的你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啊他把你停掉了 要换一个情况人家告诉他了 当然也不是啊 其实在网上现在也可以这个网络自己的公司他也可以比如说你发黄色的短信或发一些这个色情的相片 他是有办法制裁你的啊 他是可以检举然后再报给网络警察类似这样 不过我觉得黄段子其实这个标准在哪里 就是说你说刚刚他其实他举报给公安公安来设定这个标准你够不够成黄段子 那有些人就说其实这个里面只有一些隐晦的词或者是意淫的词 但是我并没有讲到什么器官啊 怎么形容你女性或怎么形容你男性这样 那你怎么样去界定他是黄段子不是黄段子 所以你要讲这个界定啊 我就觉得为什么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聊 我说有些明星爱当那个爱心大使 我决心要当私心大使 我要为捍卫 过去叫狠斗私自一闪念 我觉得我这一生要为捍卫这个私自奉献终生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发现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 是因为私的范围 你没有话清楚 你搞不明白 你知道吗 个人什么是个人隐私 什么是公民的个人的通信自由 什么是人家夫妻关起门了 甚至不是夫妻情人 还是第三者 什么事你能管 什么事是不需要你管的 我们的公司的范围啊 不明不明晰就会造成执法的时候 你比如说前一阵咱说的 那当然了最后这个绍兴活站的铁路派出所的警察 远赴重庆给人那哥们赔礼道歉 为什么呢 铁路派出所的警察 查人家的手机 人家手机当时是关机的 对 关机的在手机里发现了有一段什么日本AV吧 大概是这种色情短片 好 这怎么办 要办了你啊 所以说罚款500 怎么怎么着 最后是写下保证书 罚款200块钱 而且不开收据 这是在香港报纸报道了 报道了以后 好像据说警察后来去道歉了 是吧 觉得这个处理不合适 第一个他凭什么去检查人家私人的手机 而且我没有关 那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你把手机给我看你像妓女 你看我像妓女 我就是妓女吧 我就得给你检查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已经侵犯到个人的人权的部分 我不懂啊 我上次还 是不是有举报 我上次还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呀 这个 为什么现在再次黄 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说确实泛滥成灾 我们要完蛋了 就是这个到了这么一个崩溃的边缘 所以我们要这个扫 我当然承认啊 全世界对于所谓的这个黄色淫秽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措施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那种那种自由世界 比如美国对吧 他这个措施啊 让你感觉到是很柔性的 而且呢 是在严守这个公民个人隐私等等这些法律前提下 你比如说台湾 最近我就说台北市长郝龙斌 不是你们台湾在上街游行反对那个什么洞新闻吗 也是指的好像很所谓 心三色血腥 而且他就等于其实是让你在没有看到事实的部分 然后他用一个动画或者是怎么样帮你拍下来 让你实际上 血腥是一色 心山色 血腥的心 山情的三色 色情的色 对 心三色 那么你看他当然他也反 可是问题在于呢 就是说他呀 还有一个叫公民知情权的这个对考虑 就说你打这个 你不能侵犯了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知情权 对吧 这个里边啊 很多国家我发现都面临着很大的矛盾 我上次问一个问题 徐老师咳嗽 没来得及回答 他说今天想出答案了 我说啊 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黄色淫秽网上的这个东西 已经到了败坏社会风俗 道德崩溃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你看奥巴马到上海的讲说我们的网络是自由的 没有咱们这么多管制 可是你知道美国的道德观也很传统 照我看来我还瞧不上他们太保守了 但是我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网络自由 但是他们的道德没有崩溃呢 就是我上次没好好回答 后来我想了一下 想了一下呢 我是这样 有一些东西呢 他是在他们认为他不犯法 但他也不一定很好 这样来说吧 有三种管制方法 一种呢是管罪行的 就是现在也是很多法律之后 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 你只要不犯罪 那你就去做吧 他是管罪行的 第二种呢是管行为的 就是说你做的事情 我们要你所有二十四小时做的事情 我们跟你衡量一下 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好 不好的我们就劝阻你 禁止你 好的 比方你一夫一妻啊 长头到老啊 计划生育啊 这些我们就拼命鼓励 你发黄段子啊 看色情代啊 虽然你还没到强奸这个地步 但是你这是不好 我们就反对 所以他是管行为 前面那个是第一种是管罪行 第二种管行为 最彻底的一种管呢 就是我们以前讲叫集权的那种 就是大林时代的那种 那是管思想 不要说你做 就哪怕你想 就比方说你一个人想 比方说看色情就等于是看人家做案吧 对 那个时候你只要跟人家说 你跟旁边的哥们说 我想看人家做案 你就完了 你就被逗死了 你不是要坏分子 那是管思想 千万别小看这个区别 这根本就是三种政治制度 管思想 管行为 跟管罪行 但千万不要误会说 管罪行的社会 除了那些罪行以外 其他的事情人都在做 不是 他只是政府不管 但交给谁管呢 交给舆论 交给家庭 交给教会 就是说 他不是政府管 比方说在政府允许的 法律允许看三级片的 有黄色杂志的 或者说色情片 都可以看得到的国家跟地方 不是人人都看 看得难为情的嘛 你没有人 整天 你一个有身份的人 整天拿个 我跟人家在做 这被人瞧不起嘛 那什么东西会被人瞧不起 就是因为有一个社会舆论 然后有个教会 他把这个管理的功能分开了 而在我们的 曾经生活过的 那个时代 所有这些教会的 社会舆论的 跟政府的功能 是混在一起的 他所有 他有个责任 是什么都要替你管的 现在是三种管制方式 在中国是重叠混合的 所以就带出来 很多这样的问题 东方文他其实也讲到说 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有这样 道德崩溃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跟东方人比较 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 道德的观念 就是这种事情 信的事情是隐晦的 是不能说的 但是在国外 尤其是像欧美这一带的部分 那有的时候甚至就是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觉得其实我只要是跟你单向交往 其实我们两个在公开场时 揉揉抱抱 亲蜡蛇这些 都不是造成什么问题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你会觉得 但是 那个是不OK的 但是如果你以现在 手机发送的这种画面 这种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开放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 在美国你一般的人 你说你会发一个 他可以看 他可以接受 但他不会做 但是美国人是可以看 可以接受 也可以做 真好相反 美国人是可以做 但不会看 美国女孩子就会跟你说 你要跟他一起睡觉容易 你要跟他一起看三集片 男 他才不会跟你看的 你说都说不出口 你怎么这么了解 当然有事过 开玩笑了 但是你不可以 你在香港一样啊 你能想象说我们同事之间 你发一个带器官名字的 那种很低俗的段子 发给朋友 你毁了你自己 没有警察管你 没错 但是你发出去 你就毁了你自己了 而且啊 你就说我们现在要管 有的人 像我们这个微博上 有人就说了 说整治低俗 先他们取消天气预报 那小娘们当着全国观众 张嘴就是阴道多云 阴道多云 他说的这个 当然是夸张 真的夸张 三阳警令整天击把击把的击把峰会嘛 这不是还有人讲吗 说是某人发现可用如下信息测试黄段子屏蔽功能 哪些测试啊 你知道他现在管呢 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科技的管理方法 就是说他不是你某种程度啊 他不是法治 但是呢 你要说他人治呢 也不是 他现在是机制 机制 机制 这个机制啊 他有点问题 你设置这个关键词啊 敏感词 敏感词啊 你比如说有人就说了 可用如下信息测试黄段子屏蔽功能 宝鸡巴士公司 宝鸡巴士公司 宝鸡市巴士公司啊 宝鸡巴士公司 将因道路管理局 将因茅房厂 好味道大肉棒股餐厅 保持党员先进性爱国主义教育小组 听起来好累妇 但是这都是正词 真的 人家不是说吗 要是说 还有的那种 给我们的管理系统提出来 还有的那种屏蔽词啊 叫什么呢 你知道我就找找咱们这个微博里好多 就是说 叫这个和谐啊 说是什么和谐呢 就是就是假如说啊 屏蔽词 你不得不用和谐来代替 以后你要写黄段子 你给人发 那么呈现出来的就会是什么呢 他刚掏出和谐 他就扑了上来 俩人和谐了不到两分钟 他就彻底和谐了 事后他很不满意 握着他的和谐 愤愤的说 我见的和谐多了 没见过你这么恶心人的和谐 这个听是完全听懂 我老实说 其实现在大部分就是说 你只要是到了失婚年龄 或者是说 其实你已经到了大学左右 高中生以下 其实还算是比较保守了 可是你看像是 在现在提倡的这些性教育里面 其实从很小 他就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谐 对不对 怎么和谐 对就是告诉你 怎么就健康教育 台湾有一个课 叫健康与教育 他告诉你说 孩子是打哪出来的 怎么健康怎么和谐 我觉得有些事情 咱们要讲科学发展观的话 我还缺乏科学见解 比如说我一直弄不清 你好比说 我觉得我性欲太强了 但是我觉得这到底是自然的呢 还是说我小时候是看了这种黄色淫秽的东西 才使得我这样的呢 这个好像有多种学术界都并存着多种观点 有人认为 就说孩子的初期性教育 看这些黄色淫秽的东西 看日本AV 确实是对他形成性异常的一个原因 可是好像这没有定论 但是也有人认为 甚至于这个东西是人性的一个正常的自然的一个宣泄 总之我就觉得 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说 我想当法家 我最近我觉得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因为我现在发现道德这事 不大容易说的 清法家跟法律是两回事 是吗 我跟你说 这是我明白 我就是这个用顾名思义吧 道德的事 我崇拜法律 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有你的道德 我有我的道德 尤其在咱们这么一个时代演变的过程当中 旧的很多道德 或者主流道德受到怀疑 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讲法律比较靠得住 你比如说 我最近看这个李银河博士 他写的博客 他读尼采 大哲学家尼采的心得 他就引用一些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像这个敲钟了 比如说尼采就讲 道德是一种习俗感 风俗习惯 习俗 约定俗成为之是习俗感 那么他还有一句名言 尼采说 道德是使人愚昧 就是很多时候 拿道德来说事 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 为什么这么讲 比方说 道德是怎么来的 他就说 他是前人的经验 前人经验的汇集 而且前人可能是在某种非常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你闹不清他是在什么情况下 产生了这么一种所谓的道德 但是到最后 这个经验 他只关心 他是否永久不变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是不容争辩的 尼采就认为 这个东西啊 他不够科学 因为呢 他不允许 争论 质疑 和呢 也不利于对新的习俗的这个修改 他就是这么一个 约定俗成 咱就说的不讲理的 我说这样 就这样 你不这样 你尊的缺德 要真是关心道德永久不变也好了 其实他们现在的关注点就是 道德是怎么对社会有用 怎么有助于和谐 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社会局势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他就宣传什么样的道德 所以这个道德还也不断在变 所以就会有握着你的道德 愤愤不平地说 见过的道德 不叫吧 见过的和谐多了 没见过 你这么恶心的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 就说道德的相对性 这在我们微博段子里都有体现 你看 同样是泡妞 泡妞 领导叫失足 富人叫包养 百姓叫嫖娼 同样是出国 领导叫考察 富人叫旅游 百姓叫偷渡 同样是干活 领导叫带头 富人叫创业 百姓叫打工 同样是要求 领导叫意见 富人叫提案 百姓叫老嫂 同样是挖坟 领导叫考古 富人叫探保 百姓叫盗墓 你看 很多事情啊 它都有相对性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男女去住旅馆 都要出示结婚证 是 是 所以你刚才讲的 你说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信誉 特别旺盛 就是我刚才讲 你如果有三种政府的管制措施 这个就是三种不同的看法 你假如从思想管制的角度来讲 你革命不想 整天想这个 你不是思想有问题吗 他先从思想上去已经界定了 你这是个问题 你这是个错误 你需要改正 第二种的情况下就是看你有没有行为啊 你这行为你还没结婚了 你怎么可以幸运都没强啊 对不对 你这个行为就是错的 你没有拿到社会规范里边 你这个行为就是一个坏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来禁止你 所以两个人要结婚证书才能开房间 所以手机上不能有任何的跟信有关的东西 能不能看黄色的东西都法律到现在还很模糊 就这样 所以就是你讲的这个其实已经接近于第三种的 就是我只看你是不是伤害别人 比方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手机流传的 仔细想想大概有三种 一种就是很好笑的带性暗示的那些段子 这种其实文学性很强 我觉得他要是凭这个来禁止的话 真是没有太大道理 第二种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接以性器官来描写的 我觉得这个不大会流行的 因为这个简单社会舆论就会抵制 最简单来说如果有谁发给你 你就你就看不起这个人了 对不对 他本来有可能交朋友你就当他 如果是公司里的人你当他 你就看不起他了 所以就像你在那个习俗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压掉了 还有第三种就是他们说民工现在拿一些路骨的东西传来 自卫啊什么的 这个课题就是真的是很麻烦 这个东西到底犯不犯法 伤害不伤害别人 就是这个要真的要值得研究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这编成一种交朋友的方式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跟你很熟 他才就跟这个跟你搏感情 对对搏感情 然后你来个含蓄的段子 鑫沱